本土疫情升溫 因應民眾快篩的需求 快篩實名制 今天是上路 民眾可以持健保卡 到全臺的四千九百六十五家健保特約 藥局還有衛生所來購買 每份五劑不零售 售價十五百元 不過上午八點半左右 疑似因為大量的民眾購買 也導致了健保系統 擁塞一度大當機 累計到下午五點 全臺藥局已經售出了三十五萬八千 多劑的快篩試劑 上午不到九點 臺北市社區藥局門口 已經大排長龍 就是為了買快篩劑 但反觀疫情較趨緩的東臺灣 臺東快篩劑排隊人潮 還不如口罩踴躍 新冠本土疫情升溫 民眾快篩需求大增 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家用快篩實名制二十八號上路 民眾可以持健保卡 到全臺四千九百六十五家健保 特約藥局及衛生所購買 每份五劑不零售 售價五百元 另外也一身份證字號尾數 單雙號分流購買 單號一三五 雙號二四六 週日則是開放 全民皆可購買 請民眾第一個還是不要過度恐慌 因為主要是這一輪 每個張健保卡都只能買一次 所以今天買過了 這一輪的其他就不能再買了 不過上午八點半左右 健保系統卻發生大當機 健保卡無法讀取資料 要是只好先發快篩劑給民眾 再補卡或是發號碼牌 請民眾下午再來領取 對此健保署發聲明表示 上午因為大量民眾購買 導致系統擁塞 健保署緊急關閉同主機運作的 院所上傳影像檢核作業 系統已經在上午八點四十五分 恢復正常運作 民眾可以到健保署官網的快篩 試劑地圖 查詢附近藥局 有多少快篩試劑存量 哪裡還可以買到貨 而累計到下午五點 全臺藥局已經售出三十五萬八千 多劑的快篩試劑 記者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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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維